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学习了解了普通寄存器指令和位置寄存器指令的作用 使用方法及步骤的基础上 我们本次课进一步学习条件比较指令和条件选择指令的应用 在工业机器人生产中经常会碰到需要机器人进行比较判断 得出下一步要执行的动作 以便能更好的满足生产需要 那么工业机器人是如何判断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条件比较指令和条件选择指令的应用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本次课我们主要通过四个部分进行讲解 1. 寄存器条件比较指令 2. IO条件比较指令 3. 逻辑条件比较 4. 条件选择指令 1. 条件比较指令 4. 条件比较指令 4. 条件比较指令 4. 是对寄存器的值和另外一方的值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正确 就执行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寄存器比较指令的格式 其中 1. 义辅是条件比较指令 在这里的变量 可以是RI或者是系统变量 运算符有大于 大于等于 等于 小于等于 小于 不等于 它的值可以是常数 也可以是寄存器RI 当变量和值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正确 就进行相应的处理 处理的方式 可以是跳转到相应的标签 也可以是调用其他指程序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看到 用寄存器RI之前 要给寄存器进行辅值 使寄存器的值 是一个确定的数 如果不进行辅值 如果不进行辅值 寄存器有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值 那么 我们的程序 就不可能按我们想要的方向运行 在第三行 程序中 我们添加了一个标签 是给条件比较指令 满足条件时的一个程序入口 第五行 程序是每次执行程序时 寄存器 加一 计算程序运行的次数 如果满足RI的 值小于三的条件 则 则跳转到标签一处 如果不满足RI的 值小于三的条件 则执行程序 第七行 以第八行以后的程序 二 IO条件比较指令 IO条件比较指令 是对IO的值和 另外一方的值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正确 就执行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寄存器比较指令的格式 其中 逆符是条件比较指令 在这里的变量 可以是 AI AO GI GO 运算符 有大于 大于等于 等于 小于等于 小于 和不等于 它的值可以是 常数 也可以是 寄存器RI 当变量和值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正确 就进行相应的处理 处理的方式 可以是 跳转到相应的标签 也可以是 调用其他 纸程序 对于 模拟量 IO 或者 组IO 条件 比较指令 我们可以 这样子写 指令 EF AO E 大于 100 Jump Label E EF GI R1 等于 100 Core Test 对于 数字IO的条件 比较来说 它的运算符 只能是 等于 或者是 不等于 我们可以 这样写指令 EF DI3 不等于 ON的时候 跳转到 Label E EF RO R1 等于 OFF Core Test 我们来看 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较指令 JPE 这是一个 关节运动 第二行是 Label E 就是我们的一个 标签 第三行 LP2 这是一个 直线运动 指令 第四行程序 EF DI1 等于 ON JMP Label E 也就是说 当 DI1的直 为ON的时候 程序就会跳转到 Label E 第二行 开始执行 程序 这个例子 和我们前面 讲的例子 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将 寄存器 循环条件 改成了 对IO的信号 进行比较 如果满足 DI1的直 小于 3 直为ON 的条件 则跳转到 标签1 又不满足 DI1的直为ON 的条件 则执行 第七 第八行以后的 程序 3 逻辑条件 比较 可以在条件 语句中 使用逻辑 运算符 END ALL 在一行中 对多个条件 进行试教 由此 可以简化 程序的结构 有效地 进行条件判断 我们来看 指令的格式 第一 逻辑语 逻辑 逻辑语的条件 比较是 在逻辑后面 跟着 多个条件 只有条件1 条件2 条件3 都为真的情况下 程序 转去处理 我们设定好的 指令 如果条件1 条件2 条件3 中的 任何一个条件 不为真 程序 继续往下执行 第二 逻辑后 逻辑后的条件 比较 是在 if后面 跟着 多个条件 只要 条件1 条件2 条件3 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为真的情况 程序 转去处理 我们设定好的 指令 如果条件1 条件2 条件3 都不为真 程序 继续往下执行 在逻辑运算中 组合使用 end 逻辑语 or 逻辑 或时 逻辑将变得复杂 从而损坏 程序的 识别性 编辑的操作性 因此 本功能使得 逻辑运算符 end 和 or 不能组合使用 在一行的 指令中 是叫多个 end 逻辑 or 逻辑后的状态下 在将其中一个 从 end 变为 or 或者将 or 变为 end 的 情况下 其他的 end or 也都被替换为 变更后的运算符 在一行的指令内 可以使用 end or 来 连续的 条件数 最多为 五个 四 条件选择指令 根据 寄存器的 值 转移到 所指定的 跳跃指令 或者 此程序 调用指令 条件 比较指令 由多个 寄存器 比较指令 构成 条件选择指令 将寄存器的 值 与几个 值 进行 比较 如果 寄存器的 值 与其中 一个值 一致 则 则执行 与该 值 相对应的 跳跃指令 或者 只程序 调用指令 如果 寄存器的 值 与 任何一个 值 都不一致 则执行 其他 相对应的 跳跃指令 或者 只程序 调用指令 在这个 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寄存器 R1的 值为 1时 程序 跳转 到 标签 1的 位置 执行 如果 寄存器 R1的 值为 20 程序 跳转到 标签 2的 位置 执行 如果 寄存器 R1的 值为 30 程序 跳转到 标签 3的 位置 执行 如果 R1的 值 只要 不是 123 时 程序 跳转到 只程序 test 的 位置 执行